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三圈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依旧来带大家掌握乌俄战争的情绪 因为现在这个反攻的速度似乎开始出现了 那当然今天跟我们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振宜 振宜好 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看起来哦这个俄罗斯被攻击的蛮频繁的 不过俄罗斯也是攻击乌克兰蛮频繁的啦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卢干斯克这边 这边现在已经几乎是被俄军来掌控的 好那这个俄罗斯扶植的官员 他们最近就说乌军在夜间用海马斯攻击了这个卡帕提村农场 而且有人伤亡 是五个人伤 五个人死亡 十九个人受伤 所以这件事情让他们开始发现说 乌克兰的这个反攻序曲好像正在有这个节奏 对只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讲什么时候开始 但你确实啊我要反攻了这样讲起来也是蛮奇怪的 所以当然是要出其不意嘛 好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呢 好另外我们知道说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城市 跟乌克兰很近的这个贝尔哥罗德的州长 之前他们已经有一些这个零星的攻击事件了 但是这个说是民兵组织嘛 好这个格拉特夫卡是他们的州长 他就有讲说其实在俄罗斯的这个部分 乌克兰有用火炮来攻击哈尔科夫边境以北 大概七公里的一个俄罗斯的城镇 但是相关的讯息 因为乌克兰都没有完全的说这就是他们 所以大家就也是猜来猜去 好但是俄罗斯南部的炼油厂 也因为无人机的攻击而引起火警 甚至在海港附近的另外一座炼油厂 五月的时候也速度遭到袭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一集我已经讲过嘛 这个乌俄战争战场每次都在乌克兰 对乌克兰其实很不公平 为什么你要入侵我 然后我要遭受这样子的袭击 那会不会这次乌克兰的反攻 他就认为说就应该让你们俄罗斯瞧瞧说 被攻击的感觉是什么 好不过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否认有所定拼命来攻击 好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一轮刚刚前面讲到是 疑似是乌克兰的战机 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这方呢 也有做一些反攻哦 他们只讲说他们集成了乌克兰最后一艘军舰 来看一下是哪边哦 这个俄国的国防部他讲说 俄罗斯的空军呢对南部的这个奥德萨的这个基地这边呢 有一个船舶的矛地进行高精准的打击 结果摧毁了乌克兰海军最后一艘的军舰 叫做尤里奥莱菲连科号 但是呢乌克兰海军的发言人 他是没有针对这个有给出这是对还是正确的错误讯息 他都没有讲哦 但是乌克兰的这个海军的总司令哦 他在受访的时候却讲说 其实你说这个你们俄罗斯把我们乌克兰最后一艘军舰集成了 可是我们乌克兰其实才把你们俄罗斯有集成18艘的军舰 集成我们最后一艘又怎么样呢 这个感觉这个是不是要跟他来对抢啦 对但是战争就是这样子嘛 对抢来对抢去就变口水了 实际上还是到底谁能赢或是谁能和平的解决 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关键 好之前因为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很多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商业都已经撤出了俄罗斯的市场 然后当然俄罗斯就说没关系啊 你们撤就撤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品牌 所以就是很多山寨出现 像是麦当劳 乐高 结果现在西班牙的快时尚品牌 ZARA也出现了山寨在俄罗斯 俄罗斯莫斯科新服饰店开张 但这店内不论服装风格还是装潢气氛 都和西班牙连锁服饰品牌ZARA非常相似 自从ZARA撤出俄罗斯后 服饰店原址最近起死回生 不过换上了却是俄罗斯山寨版本名叫 Meg的服饰品牌 民众好奇逛逛反应各不相同 额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知名品牌陆续撤出 但俄罗斯趁机却待之 除了ZARA外陆续出现山寨版Levi's和麦当劳 民众坦言还在适应 就连当地业者都是咬牙苦车 因为光进口原料就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俄国和德国的外交关系 还在恶化中 为了反制俄罗斯上礼拜 将德国驻俄使馆人数上限 设为350人 德国外交部周三宣布报复措施 要求俄罗斯也得在年底前关闭 四间驻德领事馆 电新闻组合报道 好除了军事上面之外 我觉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蛮厉害在外交手段 那他最近是有希望能召开一个 全球和平峰会 但这个和平峰会 讲到和平嘛 谁最不和平的 当然就是俄罗斯 所以现在他们是拒绝俄罗斯来参与 也确实如果俄罗斯参与 就蛮奇怪的 好但是这个全球和平峰会 是由法国还有像是瑞典以及丹麦提议来主办 那美国欧洲跟北约的高层都有获邀 也希望找西方国以外的国家 所以就不要说好像只有局限在我们这些 每次都有军援啊 或是都有画虾的这些国家 那他们会想找谁呢 包含中国大陆 还有像是印度以及巴西 还有沙烏地阿拉伯 都是他们现在思考的一个选项 但是有官员是认为说 这个邀中国大陆 他们也觉得没有把握啦 好不过我们来看这个乌克兰这边怎么讨论 这个泽伦斯基的这个幕僚说 其实只要俄军还在乌克兰境内 两国就不可能直接的来进行谈判 也就像之前泽伦斯基讲的 他们就是要收复领土嘛 但是这个可能也很困难 好那泽伦斯基当然是说 因为之前他们有跟欧盟 有定一个十点的这个和平计划 那就是领土的控制权啊 交还战俘起诉 战争罪粮食安全等等的 就是他们觉得可以来谈判的一个前提 但问题就是在说 如果要到这样子的程度 俄罗斯也不会甘愿 因此这件事情恐怕是一个 没有解答的后续 对现在因为这个 就像这个昨天司机的幕僚讲的 你只要俄罗斯还在境内的话 根本不可能谈 但是总是要有人来跟俄罗斯来瞧一下吧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谁最有可能呢 就是刚成功连任的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这个克里姆林宫呢 他是率先宣布说 哎这个他们要来 普京要来跟这个艾尔段来见面了 那路透社也是报道说 其实俄乌战争爆发后啊 土耳其一直采取的是外交平衡的策略 也就是说他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侵略 他其实没有多大的谴责 而且他是反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哦 那但是他有做一些贡献啊 就是他来主导这个黑海的粮食协议 让粮食可以顺利的出口 那我们来看一下普京跟艾尔段之间呢 其实算是蛮麻吉的啦 因为呢 这个艾尔段顺利连任的时候 普京他是第一个时间制贺艾尔段 然后他还说这个对方是亲爱的朋友 而且是要来加强恶土友好来做出贡献 所以说双方呢 会在可见的未来来举行会谈 但是这个可见的未来 他还是没有讲出一个时间了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哦 这个土耳其有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和平使者 还有待观察 好不过现在俄罗斯不是也被攻击吗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像是莫斯科周二就有无人机攻击 而且原本莫斯科这边自己是说八架 但是后来大家研判应该有30架 算蛮多的哦 那靠近克里米亚这个也有一座练游场 也是屡屡遭到攻击 爆炸后引发的巨大黑烟 从窗边就能清楚看见 周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居民 首度感受战火逼近 许多人一抬头就看见 有无人机飞来 还有民宅大楼遭波及现场拉出封锁线 俄罗斯官媒这回也不得不头条报道 并断定幕后黑手就是乌克兰 俄国虽然声称共击落全数八架无人机 但这个数字与部分报道有出入 乌克兰真理报称实际数量恐怕有25到32架 因为除了紫色标记显示有建筑物被搏击外 其余桃红色的标记都是通报有爆炸或无人机坠落的地方 而这里其实就是莫斯科的富豪区当中包含俄罗斯总统普钦的官邸 对于这次事件乌克兰第一时间撇清责任 但说法又很微妙 之说与事件没有直接关联 先前一度传出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中 有乌克兰自行研发的UJ-22无人机 但BBC分析一些影片拍到的无人机 罕见前方机翼较短后方机翼较长 乍看之下会误以为飞机是倒着飞像这样 而这种外观其实与乌克兰UJ-22并不相符 不过普京还是把丑话说前头 暗示不排除暴富攻击 比起普京表面淡定 瓦格纳领袖普利格金仿佛又逮到机会 对俄罗斯国防部开炮 通骂俄国国防部无能 只是骂来骂去俄国境内的雷奇爆炸 还是有增无减 临近克里米亚的俄国南部边疆 克拉斯诺达又有炼油厂遭攻击爆炸 另外乌里扬诺夫斯也有俄罗斯火车脱轨 里头疑似载有俄军急需的补给燃料 近期从俄国民兵袭击贝尔戈罗德州到无人机入侵莫斯科 美国的回应一直很小心 反倒是英国认为乌克兰有权自我防卫 攻击俄国境内的军事目标 尽管莫斯科这次并没有严重受损 但大量无人机入侵还是重伤普琴面子 更突显出俄乌冲突范围正悄悄扩大 最近台湾最关注的就是回答老板黄仁勋 他的公司也是最近突破了一个里程碑 市值达到一兆美元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他们的绘图晶片GPU真的是太夯了 所以让他整个市值是突破了一兆美元 他是第一间达到一兆美元门槛的半导体公司 那也是史上第八家达到一兆美元的这个企业 那目前还在榜上的 还有这个美国的苹果公司 还有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 微软啊还有Alphabet还有亚马逊 那因为这个一兆美元的时候 这个股价起起伏伏了 这个回答后来又掉下了一点点 但是至少突破过了 蛮厉害的 所以他不是说他那个皮外套是一兆的重量 说不得很好 那这个分析师有讲说 汇大可能是从AI热潮处以来最有利的这个位置的企业 那营收呢是还叫预期高出了50% 所以说技术性和AI狂热让这个股价是狂飙了175% 但是呢这个我们讲到说 他是史上第八家达标企业嘛 其实还有两家 他曾经达标过 但是下来了 一间就是脸书的母公司Meta 另外一间就是特斯拉了 这个特斯拉最近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动作呢 对如果讲到特斯拉 因为我们这个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到 黄仁勋后续的一些行程 不过他现在人在哪里呢 就在中国大陆 他先去了北京 然后一天之内见了超多人 接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工信部以及商务部三个部长 那后来他又飞到了这个上海 好上海我们知道是他的产线的一个地区嘛 所以他去看了Model 3的产线 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说反而是有利的 因为他在这个中国大陆访问的行程 他的股价是大涨的 好我们知道说之前他的状况很多 尤其买了这个Twitter之后 很多这个状况都让他的这个股价下跌 所以呢这次股价大涨 让他重夺了全球首富的宝座 上百人对着镜头比赞比业 他们都是上海特斯拉员工 当中站在C位的主角 是正在访问大陆的特斯拉CEO马斯克 5月31号晚上9点半 马斯克私人专机落地上海红桥机场后 他直奔超级工厂视察 再到自家工厂前 马斯克先后和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 工信部长金壮龙见面 加上在北京会见的外交部长秦刚 马斯克到大陆24小时内就见了大陆三位部长 而在这之后 特斯拉股价最大涨幅达到4.14% 彭博亿万富豪排行榜最新数据显示 原来位居榜首的路易威登集团创办人阿诺特 受到股价下跌2.6%的影响 身价下滑到1866亿美元 马斯克以身价1923亿美元 再度抢回全球首富宝座 除了特斯拉 苹果西门子英文达这些大外企 最近也都一致表态 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不仅不撤 还要丰家投资 大陆媒体大篇幅报道 马斯克访问大陆 有专家解读 这是大陆官方用来展现 支持外资企业最好的宣传 美国商会也针对马斯克访路 提出评论 认为即使中美关系紧张 但大陆仍然是重要市场 商界对两国关系有重要角色 TVBS新闻张志明林明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